台北市立田徑場 我們來欣賞的是中華足協國際邀請賽 在今天是週休假日 是星期天 在天氣的一個部分我們看到 也已經老天爺有幫忙 就沒有再像昨天雨是這麼樣的一個大 所以雖然是陰陰的 不過我想是非常適合大家一起 可以外出來看球的一個天氣 那氣溫也沒有說像夏天這麼高 不過20度出頭 我們在現場的一個感受其實還滿舒服的 就也不會說非常的一個寒冷 所以在整個觀賞的一個條件之下 我們希望可以一直維持到晚上 中華隊一個比賽的一個情況 那今天當然很高興在星期天 也看到非常多的球迷進入到現場來看球 跟我們欣賞這場邀請賽事 同樣會有兩場比賽 現在為大家送上來是由遼國要面對東蒂文 這個對兩戰的一個組合 那東蒂文這個國家也是滿辛苦的 他們先前受到印尼火山爆發的影響 也就是巴厘島阿貢火山爆發的影響 到昨天才趕到這個台灣 那在比賽的一個部分呢 剛剛也看到就是要由我陳熊瑋 前高興邀請到我們的前國家隊的總教練 蔡上銘 蔡教練 跟我們一起來欣賞這場賽事 教練你好 熊瑋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不過我想看到這個賽程 大家可能也都會有一點點這個疑問 就是中華隊呢 因為做客的東蒂文 真的沒辦法 這是天災 那你大家去谷歌一下 都看到這個巴厘島的阿貢火山 已經30年以上沒有這麼大的一個噴發 那火山一噴發 雖然大家會講說那是巴厘島 跟東蒂文什麼關係 沒有 那個飛機飛不過去 就是你沒有辦法這樣子起飛 你往那個方向飛是飛不起來的 你都必須要到其他國家 那先前呢 中華主席也嘗試啊 想要說接他們先用船運啊 運帶到這個新加坡其他地方來做飛行 不過還是班機協調不出來 會來不及 所以也才會讓整個賽程呢 會做一些變化 那也就是中華隊呢 在今天晚上開始 等於是一連三天 三場球啊 都在台北市立田徑場 不過時間當然都因為地主的關係 我們都安排在晚上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地進場看球啦 那我們待會呢 在比賽過程中 可以再請教一下 蔡教練在球員呢 大家會特別關注的 就是在體能的這一個部分 那我覺得 這可能也需要有專業的 看法跟觀點呢 才可以跟大家來介紹 那現在呢 趙麗 既然是國際正式的一個比賽 有積分的 所以開場的儀式呢 也不能夠馬虎 所以整個的這個流程呢 我們都要比照 FIVA國際的一個標準來辦理喔 馬上呢 就是 呃 蕙琦啊 然後呢 再加上兩隊的球員呢 都會列隊 進場 那待會呢 也會演奏雙方的一個國歌 好 現在呢 旗子已經進場了 我們呢 就準備呢 來看這場 開場的一個儀式跟活動 好 不過在 球員進場之前 我們還是可以請教練來 簡單來平息一下 就 呃 先前的這個認知啊 或者 如果以世界排名來說的話 這兩支球隊 其實是所差無幾 一個180幾 一個190幾 所以 基本上這條比賽 還是五五波 應該是沒有問題啊 但是我看到 前天遼國的一個打法 出乎意料嗎 當然是喔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小組的組合 給威力賓很大的威脅 特別他們在左路的11號的一個 雖然年齡大一點 但是也很有效的攻擊 其實 其實好幾次都是兵臨城下 都有機會進球 只是非常可惜 在最後的臨門一角 把握度稍嫌差了一點點 但是 很讓我驚豔的是 在排名這麼後面 而且也曾經幾次輸給我們中華隊的遼國 這一次帶來的真的是耳目一新 好 雙方的球員進場之後 馬上就要演奏兩國的國歌啊 所以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好幾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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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天就在那邊看著我 我一天就在那邊看著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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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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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